421集 又一团清新琉璃火迎了上去,吞吞吐吐,与赤阳造化火交融在一起。 赤阳造化火一点点壮大,终于由小儿拳头大小,分出一部分留在丹田,另一部分随着清新琉璃火一起在体内游走。 从头顶到脚尖,四肢百孩无一触不留过,到了最后,缓缓汇聚在小腹下方。 墨前沉润了呢,随即明白是怎么回事。 二人的真火瞎吸引,唯有轻密无间的结合,循环往复地从他的体内流到他的体内,再留经回来,才能算是一个周天,气到表伤喜笑。 垂了眼,轻柔地解开叶天元的衣裳,柔宜轻浮,清新琉璃火从指尖跃出,缓缓没入那里,与他体内积聚在下腹的火焰连在一起,那处缓缓起了变化。 墨前沉润伸手,去解自己的裙。 他浑身上下,有千百道伤口,有的深,有的浅,向外翻着露出惨白发青的血肉。 破烂不堪的衣裳,早已和血肉粘连在一起。 一扯一赏,疼痛就令他眉头一皱,随后毫不犹豫地狠狠一拽,把一群撕烂扔到一旁,一声不吭,冷暗却滚滚而落。 没有迟疑的,他缓缓地凑过来,拥着他的腰,让他缓缓进入自己的身体里,也进入自己的生命里。 真火像找到了宣泄口,顺着二人结合处,涌入了墨前沉体内,在他体内循着规律游走,再由唇齿交接处,进入对方体内。 如此反复,墨前沉被血与肠剑所伤,进入体内的寒冰之毒,竟一点点地驱散了。 叶天元虽没有动静,他体内的真火,却壮大起来。 时间流逝,不知过了多久,墨前沉浑身已被汗水湿透,凑在叶天元耳边一遍一遍地呼唤。 师兄,师兄,你醒醒。 回应他的,是无边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叶天元体内的真火,烈烈燃烧,身体却越来越冷。 墨前沉一刻不敢停下,一遍一遍地引导二人真火,在体内游走。 当叶天元体内真火,壮大到全盛状态,再一次和清新流离火交融时,竟颤了颤,化作一滴液体,滴在金丹上。 那颗金丹顿时大放光芒,随后开始缓缓运转。 一丝丝的灵力从金丹中涌出,慢慢流过一群干涸的静脉。 墨前沉有些惊喜,调出灵力,进入叶天元体内,引导他的灵力游走。 一遍又一遍,叶天元的灵力终于能够自发地运转起来,流军似之百孩又流回丹田,接着再次流出就像正常修饰体内的状态。 墨前沉拿脸紧紧地贴着叶天元的脸,冰冷的触觉令他有些茫然。 师兄的身体已经好转,为何还没有一丝热度? 难道说? 想到一个可能,墨前沉把神识探了出来,进入叶天元体内,缓缓向石海探去。 他的元神,可能因为受到了剧创,出自本能,躲入了石海中沉睡。 若是不能唤醒,便是杰单修饰,没了元神之称,肉体也会渐渐地溃散的。 修饰的石海是境地,若是有人入侵,会自主地抵挡散抗。 在墨前沉和叶天元已有了夫妻之时,双方的灵力争火都异常熟悉,那种抵抗便没有了。 没有多长时间,就小心翼翼地进入了石海,看到一小团红色的光球。 神识慢慢向红色光球靠拢,红色光球颤了颤,似有些惊锯,可当外来的神识靠近后,却出乎意料地安静下来。 神识入触角,轻轻地出了红色光球一下。 师兄,别睡了。 师兄,别睡,别睡。 师兄,你现在好好的,干嘛不睁眼看看我? 墨青城闭着眼,用神识一遍一遍地呼唤叶天元的元神。 第一千零一次呼唤后,终于怒了。 叶天元,你这个混蛋,是谁说过,上穷碧落下黄泉,要一直陪着我的? 现在你不行,是要我去陪你吗? 叶天元,你这是拐骗良家少女,你知道不? 我肚子里没准儿都有你的娃了,我们还没澄清,要是在凡间,我要被进猪笼的,你知道不? 看着叶天元不思凡人的冰雪容颜,墨青城眨眼,强行把水光压下去。 叶天元,你拼着,你要是敢不醒过来,我就敢出墙,到时候有人抱你师妹,还要打你的娃儿。 叶天元,叶天元的睫毛忽然颤了颤,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元神苏醒,墨青城的神识自动退了出来,一时之间有些没反应过来,愣愣地望着他。 叶天元脸色苍白,眼中却闪着莫名的光。 师兄,墨青城满心欢喜,柔柔地喊了一声。 叶天元睫毛颤了颤,嘴唇吸动,因为颈尖的伤势,还是不能出声。 师妹,我要有孩子了。 一双心眸,流光一彩,满是期盼。 墨青城只觉得,心头似有鲜花,在怒放,嘴角翘起,摆他一眼。 谁又孩子了? 修史和凡人不同,修为越高,越难受孕。 他们二人都是结单起,若是不服用某些特殊丹药或者运转有助于受孕的法觉, 想要自然怀孕,几乎不可能。 叶天元眼睛转了转,似有疑惑,随后眼神一暗,无声问道。 师妹,你刚刚说,要出脚。 看着他忐忑的眼神,墨青城心中一酸,却运着心道。 对,师兄,你要记住,你要是没有受承诺,我就…… 叶天元拉住墨青城的手,不许他说下去,神情且异常坚定。 师妹,你已经选择了我,就不许后悔了。 墨青城咬牙,那你还跑去送死? 其实他知道,当时如果叶天元没有出现在万绝千寻症,灭伤了袁音学女,此刻他早已陨落了,却还是生气。 拿他的命换他活着,他真的还能活得快乐吗? 再想到他被袁音修饰发出的灵光割破脖紧的瞬间,墨青城的心依然纠紧。 三个杰丹中期修饰加起来的实力,勉强可以为杰丹后期修饰一战。 可是杰丹期和袁音期,实力有一个质的飞跃。 十个杰丹后期的修饰都集不上一个袁音初期的修饰,更遑论袁音中期了。 当然,杰丹修饰向伤害袁音修饰,除了极特殊的绝招外,还有一种办法,那便是自暴。 杰丹修饰的自暴威力足以伤害袁音修饰。 就好像当年兽朝之战,如与真君几位袁音修饰自暴是相当于人类修饰出窍起的腰地受伤一样。 只是一旦自暴,就魂飞魄散,连转世的机会都没有了。 叶天元看着墨清晨撑怒的样子,嘴角翘起,有些艰难地笑了笑。 那时,在杜仙楼,他忽然伸出强烈的预感,师妹一定处在生死边缘,他必须去救她。 至于破坏规矩,要承受原因修饰的怒火,他没有时间去想。 拥有了这样的幸福,他怕死,可若是能给师妹争取一线生机,那他感知若疑。 他相信,便是成了鬼,他也会继续修行,修得与师妹再次相见的机会。 你还笑? 墨清晨不解气地捏了捏他的脸。 叶天元咧了咧嘴,随后闭上了眼睛。 墨清晨心中一惊,忙抓住叶天元的手,探查情况,这才发觉他是太虚弱了,已经睡了过去。 混蛋,你又吓我? 眩晕的感觉袭来,墨清晨拥着叶天元的手臂迷迷糊糊地入睡。 他心头牵挂着叶天元的伤势,随疲惫至极,在万绝千寻症中受的伤更是损耗许多元气,却不敢沉睡。 不过几个时辰,就出自本能地清醒过来。 查看了一下叶天元的情况,他依然虚弱不堪,仿佛之前的苏醒只是一场梦,梦碎了,留给他的就只是一具冰凉的身子。 墨清晨不敢大意,再次与他紧紧结合,以争火疗伤,只是他同样虚弱不已。 慢慢地,意识竟然陷入了沉睡,两具身体紧紧相拥,凭借着本能引导真火运转,在二人之间流转广复。 一阵光芒,缓缓把二人的身体包裹着,光芒蓝中带紫,紫中有蓝,像是一个颜色奇特的茧,把二人紧紧地包在了一起。 日头稀落,明月渐渐升空,当月华照耀到大箭上的一瞬间,大箭猛然发出一道蓝的灵光,而墨清晨挂在井间的葫芦,竟冲破了大网的束缚,飞到半空,由缠斗大小,长得正常酒葫芦的样子。 葫芦口正对着明月,像是有犀利般把倾线而下的月华吸到葫芦里。 若是有人在一旁,就会看到这番奇景,一个暗淡无光的酒葫芦,大摇大摆地停在半空,毫不客气地吞吐着月华。 葫芦口与明月之间由月华相连,像是一条光洁无比的银段垂落下来。 原本皎洁的明月,竟然暗淡下来。 突然,酒葫芦一个转身,猛然吐出银色的液体,喷向大姐。 银色液体触到大姐上,立刻闪烁着点点荧光渗透进去。 蓝紫色的大姐多了一种银色光泽。 接着,酒葫芦再次转身,这次葫芦口对准的是明月,像是回赠般吐出一团白光,射向明月。 明月忽然大亮,月华璀璨,暗寒沉静的大海竟被引发了潮汐,波浪翻涌,气势汹汹。 风起浪高,很快淹没了大姐所在的小岛。 时间流转,潮起潮落,当潮水渐渐退却,小岛干净无比,那奇异的大姐早已不见了踪影。 很久很久之后,墨清晨才明白,一直陪伴她的葫芦不是杰丹修为就能激发使用的。 只是阴差阳错,在清新琉璃火和赤阳造化火,两种人间起火完美融合到极致时,促成了她短暂的苏醒,从而有了那般造化。 当然,这是后话了,此时那只大姐在茫茫大海中起起伏伏,不知要被命运推向何处。 二十年时间就这么过去了,这一日,大姐悠然地晒着太阳,平静的海面忽然起了泉窝,大姐就打着泉被卷了进去。 再次出现时,竟缓缓地靠了岸,被海水推到了沙滩边,一半在沙滩上,另一半静默在海水里。 几个少年大不留心地走了过来,这些少年不过十三四岁的样子,身高却快赶上沉沦了,面容有黑,短衣打扮,脸上戴着潮红,一看就是瑜伽少年。 四百二十二集 说话的少年浓眉大眼,带着少年人特有的桀骜,几个少年看向另一个少年,那少年却秀气得多,面容也比旁的少年白一些,一双单缝眼斜斜上条,明明拧着唇,看起来却似小非笑。 我什么时候主动找过小鸭说话?张扬,你要比试,那边来呗,扯这些做事。 哈哈哈哈 几个少年起着哄,催促二人,快快开始。 叫杜若和张扬的少年相对而战,静静看着对方。 虽然都没有说话,剑把弩张的气势却令围观的少年不敢出声,兴奋地等待着。 这样战了近半个时辰,围观的少年有些不耐时,少年张扬终于动了。 只见他快如流星地从背上戳下一柄大刀,对着少年杜若凌空一盏,一道灵光向杜若劈去。 少年杜若轻轻一笑,手一挥,一道风刃出现,一面激去。 风刃与剑光相正,光芒猛然大亮,传来少年们的叫好声。 这些少年竟然全是修饰。 又是几个来回,杜若身子灵活的一闪,躲过剑光,手一抬发出的风刃,把张扬手中的大刀击落。 张扬仗活了脸,瞪了杜若一眼,转身变走。 少年杜若抱着手臂,斜斜一笑。 张扬,小鸭本就是你媳妇,我不跟你想。 张扬脚步一顿,头也不回地离去。 杜若,你真厉害。 几个少年围上来,一脸崇拜。 杜若一双凤眼,扫向几人,眼波流斩间,竟有偏臣的疏色。 几个少年脸色不由一红。 杜若挑眉。 行了,你们回家吧,你呢? 一个少年呗。 我? 杜若一笑,露出洁白的牙齿。 我晒太阳,晒够了再回去。 几个少年都知道杜若晒太阳时,不惜人打扰,互相看看,一起转身回去。 杜若笑了笑,脱了鞋,随意地在沙滩上走着。 身后的小鹰深深浅浅,便如他的人一样随性。 诶,那里怎么多了一块破木头? 杜若见不远处的海滩边,隐约可见一块黑乎乎的东西,慢慢走了过去,仔细打量。 看来看去,他还是觉得这是一块长满了青苔的破木头,大概是某条船掉下来的吧。 想着正在练习木雕,杜若嫌弃的撇撇嘴,却还是伸手把破木头扛了起来。 这么重? 杜若重新把破木头放下,蹲下来拖着塞,仔细地打量。 少年年纪虽然,少年年纪虽不大,心智却强,立刻想到如果这是一块木头,那绝不会有这样的重量。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呢? 少年纪虽然,少年纪虽想了想,还是决定先把这玩意儿拖回家看看。 小若,你去砍柴了? 一个妇人问道。 杜若淡定地点头,扛着别人眼中的脏木头,跑得飞快。 没办法,这已经是第八个人这么问了。 到了家,杜若把东西放下,用手摸了摸,眼中闪过蝉丝,然后拖到屋后的井边,拿个刷子清洗起来。 看着黑绿的水顺着青石板直流,杜若漫了把汗嘀咕着。 这究竟是什么玩意儿啊?长了多少形态? 足足一个时辰,那个物件才渐渐露出了真面目, 竟是一个蓝紫色的大姐。 杜若眼中闪过惊奇,摸着下巴,围着大姐,绕来绕去。 这大姐里面是什么呢? 莫非是毛毛虫,还是某种妖兽? 杜若贴近大姐,竖起耳朵听。 她是修饰,虽只有练气气,最生命的感知力还是很强的, 明显能感觉到一股澎湃的生机从大姐里面传来。 杜若沉色一喜,有生命气息,这里面肯定是一只还未孵化的妖兽了。 每个少年都做过天上吊鸡园的梦,杜若也不例外, 她立刻咬破手指,把血滴到大姐上。 燕红的血瞬间消失,大姐毫无变化。 难道说这是一只高级妖兽的卵, 这点血不够? 一狠心,放了半碗血,一股脑的倒了下去。 看着毫无变化的大姐,杜若惨白着脸,倒头大睡。 墨清晨洁的,自己做了一个长长的梦, 梦很美,似乎怎么也不会醒。 可忽然下了一阵雨,而且还是红色的, 把她浇成了洛汤鸡,心中一惊,就醒了。 一睁眼,便看到叶天元那熟悉的脸, 再低头发现二人紧紧相拥,毫无奸细。 墨清晨揉了揉额头,把前因后果想了起来。 他当时为师兄疗伤,二人似乎同时进入了一种玄妙的状态, 在那个状态里,他记得二人原神相碰,沐浴着白色灵光, 那种美妙的滋味使得灵魂都站立起来,只愿长睡不醒。 嗯,那是怎么醒来的呢? 墨清晨飞速打量了一下周身环境, 这下发现二人待在一个狭小密闭的空间里, 空气中流淌着淡红色的雾气。 伸出银白的手指从淡红雾气上穿过, 放到鼻子下嗅了嗅,血的味道。 墨清晨了然,他和师兄进入玄妙状态后, 一睡不知多少年,周身的环境定然达到了某种平衡, 而这外来的血雾是大破平衡的原因, 他才醒了过来。 那师兄怎么没醒? 墨清晨向叶天元看去, 猛然吃了一惊。 他双目微闭, 神情放松, 肌肤有种玉般的光泽, 还映绕着淡淡的金光, 这分明是冲击原因的前兆。 墨清晨心头一震, 直觉的难以置信。 沉睡前, 叶天元刚稳定在杰丹后期, 他们到底昏睡了多少年? 怎么一觉醒来, 他竟然跨过了杰丹大圆满, 直接进入冲击原因的状态了? 墨清晨猛然想起什么, 探查起自己的情况来。 杰丹后期, 离杰丹大圆满一步之遥。 天上掉馅饼, 原来是真的。 墨清晨喃喃道, 他也是杰丹修士, 最初的震惊后, 很快恢复了平静, 相通了自己醒来, 叶天元去未醒的原因。 因为某些未知的原因, 他们二人修为大长, 叶天元正巧进入杰丹大圆满, 从而自主地开始冲击原因。 此刻原因未成, 自然不会醒来。 而他进入杰丹后期后, 促进他修为增长的神秘力量消失了, 修为已经不再增加, 只是因为那些妙的平衡, 无法打破, 才没有醒过来。 这样说来, 他倒是该感激那团血雾了。 墨清晨伸手, 摸了摸静敌他们的空间臂长, 入手滑腻坚硬, 恐怕不能轻而易举地打破。 可是叶天元眼下的情景, 他是不敢随便调动灵力的。 想了想, 墨清晨放弃了出去的打算, 双目未必, 决定继续修炼。 可当灵力运转到丹田时, 又停了下来, 神石牢牢锁定了, 悬浮在丹田之上的小小八卦图形。 那八卦图形是黑白双色的, 指甲盖大小的圆球形状, 在丹田上方缓慢地转动。 这是…… 心念一动, 墨清晨一神石触动了一下八卦小球。 一股难以抗拒的威压传来, 墨清晨浑身一震, 这八卦小球竟然蕴含了仙魔之力。 迅速探查全身, 从筑机期就一直悄悄待在体内的仙灵之气和魔灵之气, 果然不见了。 再次仔细打扬这黑白相间的八卦小球, 墨清晨有了猜测。 难道说, 在昏睡的这段时间里, 仙灵之气和魔灵之气融合了, 从而化成现在的八卦小球。 灵力运转, 八卦小球在掌心时影时现, 墨清晨嘴角不自觉地翘起来。 以前无可奈何的仙魔之气化作如今的八卦小球, 它竟然能够催动了。 这是不是说, 以后它将多了一个杀手锏? 要知道, 仙灵之气和魔灵之气, 就是原因修饰都不敢触及锋芒的。 墨清晨伸出强烈的要出去的冲动, 想试一试这八卦小球的威力。 可看了一眼, 叶天元所有的念头还是压了下来, 老实地修炼起来。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墨清晨待在狭窄密闭的空间里, 修炼效果并不理想, 还有一种心浮气躁之感。 他明白, 这是被困得久了, 心生造起, 很快调整了心态, 开始消化从墨童那里看来的欲解。 这种情形最适合消化的, 自然是那本记载着墨童生平的杂技。 墨清晨慢慢在脑海中过完, 长叹了口气。 墨童这一生, 简直是连狱渣男的过程。 先是因为清新流离火, 被一个男子强行掳去破了身子, 软禁了他足足四十年, 才设法逃出回到族中。 老是如此, 他还是得不到平静。 那男子对他深了感情, 追到墨家寻他, 他只得再次出走, 逃亡过程中被另一个男子所救, 二人一路到了东部诗州。 那个男子的救命之恩, 以及路途中的体贴周到, 渐渐暖了墨童的心, 二人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他以为, 这是能和他携手一身的良人, 之前的磨难是为了让他 更懂得珍惜后来的美好。 可到底人心已变? 他不知道, 清新流离火的秘密, 是怎么被轻慕那男子的女子之小, 传播开来。 那之后, 各自男人蜂拥而至, 总有一些修为要高过那男子的。 一次次的保护终究渐渐埋想怀疑和疲惫的种子。 那一日, 他终于牵着另一个女子的手对他说, 我累了, 想过平静的生活, 我们就这样吧。 那之后, 墨童经历了最血腥的岁月, 他牵到王屋指情洞, 才是纠缠不休的男子, 一律灭杀。 直到有一日, 一个女子抱着孩子出现在他面前, 控诉他的残忍, 让他的孩子还没睁开眼, 就失去了父亲。 他顿悟, 他杀的那些男人, 不知又是多少女子的深归梦里人, 是多少质子的父亲。 上天或许负了他, 可他不该拿着理由去负世人。 命运让他拥有了清新流离火, 总不该就是为了放灭的。 从此收心敛心, 潜心研究出全新的炼丹之术, 传播开来, 便有了闻名于世的落单顺书。 至于肃心门, 却是他无意间创立的, 他本是收留了一些 绅士孤苦的女子, 教她们修炼, 想着让她们用自保之力, 少些磨难。 随着收留的女子越来越多, 他们自发地组成一个门派, 拜他为创牌祖师, 从此有了肃心门。 墨清晨怅然地叹口气, 墨童的遭遇他虽没有经历, 因为同聚清新流离火的缘故, 却感触颇深。 这些年来, 若是自己稍有不慎, 恐怕下场还不如墨童。 杂技中, 墨童并没有提及后来如何了, 他进阶了没有, 又去了何处, 但在正法中的相见, 他恬静温和, 言笑艳艳, 显然是磨难之后的蜕变, 或者到最后, 他是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快乐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